我是问今天咱们家谁洗衣服了 洗衣服那没我事 你不用看我 我在咱家那是实质不沾阳唇水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洗衣服 我不看你 你下辈子你都不会干活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啊 就是我洗的 你看我手都泡白了 惊不惊喜 一笔一败 不用夸我啊 我会骄傲的 小美人 你干啥呀 你闲着没事了 你没事你洗什么衣服啊 干什么玩意 那衣服呆在脸盆里面 呆得挺舒服的 你洗它干什么 人家招你惹你了 你聊着他个啥 你说 你平时你也不干活啊 你从来也没干过活 我跟你说小美人 你要是懒就一直懒下去 你像你二姐学 对不对 踏踏实实懒一辈子 一直懒到走 你说你 你懒了二十多年 你突然不懒呢 你这一下谁瘦得了 张哥 啊 现在 洗衣服算犯错误啊 洗衣服不犯错误 这是晾衣服的事 以后谁洗衣服也不准晾啊 哦这呀 啥呀 我问你 你们把衣服晾哪了 嗯 嗯 什么玩意啊 是不是晾到窗户外 把它搭了个简一晾一件 嗯 谁让你们根本干的 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 不能在窗户外边搭那个晾衣 这样晾东西 万一咔嚓掉下来把人砸着砸整 大姐夫 啊 看好了行不行 咱家这是一楼 一楼 一 一楼也不行啊 一楼 咋的滑滑草草也不好嘛 再说 二楼要跟一楼学呢 三楼跟二楼学 一直学到十五楼那多危险呢 还有 这楼建的多漂亮啊 这往外边搭这 可搭大 可乱七八糟 我搭搭鱼一看 都以为贴上马赛克了呢 好 好 好 这这么说 这个错误挺严重啊 太严重了 我得批评他们 不是 你能不能把批评他俩这活 让给我 为啥 他俩刚才训我半天了 你让我报报仇 可以 好 好 好 哼 嗯 小米莲你过来 呀 说你的 没事你乱晾什么椅子 你说 你洗的衣服 有他的吗 有 你 站起来 你看着吗 你说那俩眼睛就翻了翻了 你双眼皮啊 还有你 你说就绝个大嘴 你低包天啊 这活挺过瘾的